根據CityOne的報導 基隆市消防局長項永才 就是大家現在畫面上看到 穿紅衣服的這位男子 他被人爆料有婚外情 那立民的爆料者是提供了週刊多張 項永才跟一名女子的親密照片 就指控了項永才身為消防首長 但是卻有多餘的體力跟財力來養小三 不過針對整齊的偷吃醜聞 項永才自己也認了說他真的有婚外情 只不過呢他跟這名女子只有交往一年 被妻子發現之後就已經斷臉了 他還懷疑說是有人侵入了他的電腦 揚言他要招出竊取者之後向他提告 這名立民爆料者以立民的方式 至少以兩組不同的署名跟聯絡電話 寄出了10張項永才與一名長髮女子的親密照 內容包括了兩個人出遊時緊貼的合照 在室內貼臉與親吻的照片 以及在床上接吻自拍照 爆料者疑似與這名女子有金錢糾紛 爆料這名女子搭著情夫的招牌到處借錢 而向友才聲稱要幫忙處理卻拿不出錢來 讓爆料者大酸說 不知道現在當官這麼好康 有小三爽有錢拿 在外面騙吃拐幹 這麼好康的事情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小老百姓 而針對偷吃的醜聞 向友才承認自己有婚外情 但是強調與女方只有交往一年 被妻子發現之後就已經斷臉了 還懷疑有人入侵她的電腦 取得私密照之後再投書媒體 揚言查出竊取者之後將會提告 好那麼過年期間大家都會講吉祥話對不對 沒錯我們之前錄了很多過年的吉祥話影片 沒錯沒錯希望大家都有收到這個過年祝福 那麼其中呢 榮耀吉慶更是非常喜慶的話喔 但是呢如果想要翻這個英文 該怎麼翻呢 好難喔 有點難對不對 對 只會翻第一個Dragon 然後後面就不知道要怎麼翻了 確實確實這個好像有一點難度喔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要來請我們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幫我們來解答一下 那立法院長韓國瑜呢 他在昨天下午4點的時候 在立法院接見了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孫小雅 那麼在會前呢 韓國瑜他就拿出了這個親筆簽名的春聯 這是我們畫面中看到的這個 榮耀吉慶 那因為對方呢是這個美國人嘛 那他在上面呢翻譯了have a good luck 那這個孫小雅呢一聽呢 馬上就恍然大悟也鬥了了全場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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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好好的 還不錯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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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好朋友們 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是痛苦的補班日 沒錯 昨天呢是開學日 今天呢又是補班補課日 大家呢會不會覺得心裡 好像有点稍稍的不舒服 我的心情超不舒服 确实很想一路放到底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种不舒服的心情 学生们可能可以得到缓解 怎么说呢 因为儿福联盟的调查显示 这个学校的课业 一直都是青少年的压力来源 而且是从国小的高年级就开始 情况越来越明显 对此台湾青少 青年的民主协会发起了联署 他们就支持国高中的 心理健康价尽快上路 就是他们现在有这个心理的健康 有可以放假的假期 因为原本是说有一些大学 有开放这个心理假 没有想到现在 居然连高中也都可以有了 就开始往下开放了 而且短短一天 全台就有超过了 3000位的国高中生参加联署 那青名协会也呼吁教育部 尽快规划一下 这个国高中心理健康 以及配套措施 而且对此教育部 也马上做出个回应 对对对 非常的可爱 他说为了让身心调试价的制度 能够顺利推行 已经研定了相关的试办计划 还有注意事项 规划从今年的3月起 就会依照各校的意愿 开放高中试办 后续如果学校试办经验 订定相关的配套措施 并且透过多元的方式 强化宣导 希望在113年的时候 就可以稳健上路 我觉得教育部很好 我们可以拜托劳动部 也给上班族们一点 心理假的扣打 每次看到这种相关新闻的时候 都会觉得当学生好像还不错 对 真的是很希望上班族 也有一天也可以有这个心理调试价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 他因为多项的罪名 被秘密判处 长达30年的监禁 但是俄国的监狱管律局 却在昨天公告说 纳瓦尼已经在狱中身亡了 而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就认为 他显然是被普丁的政权给杀害了 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联邦监狱管理局 在昨天发表声明 表示纳瓦尼在当天散步之后 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而几乎立刻失去了意识 当时医护人员紧急到场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救醒纳瓦尼 目前他的死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确定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说 他显然是被普丁给杀害的 就像其他数以千计曾经被折磨的人一样 泽伦斯基说 这证明了为何必须让普丁为他的行径负责 而纳瓦尼的死因至今不明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说 已经针对他的死因展开调查 接着来关心一下其他国家的家务事 怎么会这么说呢 其实是在英国有一对情侣 他们因为常年不育 可是这个试管婴儿的费用不是又很贵吗 他们没有办法负担 所以他们最后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男方将他自己 还有他的父亲 两个人的精益混合在一起之后 注入到了女方的体内 没有想到还真的顺利的生下了一名男婴 而且这一名男孩子到现在已经五岁了 等于说他已经算是健康的成长了 但是现在其实他出生之后到这五年期间 他的家人就是始终隐瞒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告诉他说他是怎么来的 或者是告诉他说 你的爸爸有可能是这位爸爸 或者是另外一位爸爸 对 就是家人们就是对他完全隐瞒 但是我刚刚不是说吗 就是关心别人的家务事 因为当地的议会居然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 你要让这个小孩子知道 我的爸爸到底是谁 所以议会居然是提起诉讼 要求说这家人必须要执行这个亲子鉴定 来查明这名男童他的爸爸到底是谁 不过议会的诉讼是被高等法院的法官给驳回了 法官讲的其实他也是用很委婉的方式就跟他说了 他说其实有可能是议会 你们想要知道这三个人里面到底谁是男童的爸爸 但是他们的行为跟你们议会并没有相关的关系 议会太好奇了吧 议会对然后法院其实意思就是说干你屁事 所以法院的意思就是说 因此不干你们的事 所以你们是无权提出这些要求的 是那法官其实也说了 其实他们这三个家人 他们原本就打算把这个秘密一直都隐藏起来 可能有一天会告诉这个男童 但是也有可能不会讲 那至于他们决定是什么 那是他们家里的事情 法官就说交由他们决定 所以请当地的议会还有其他人 就是不要去干涉别人家的家务 请大家收起自己的好奇心 没错 这样他们就判处的是不可以验DNA的 你不可以强迫他们要去知道 这个男童的爸爸到底是谁 确实啊 这样好像稍微比较合理一点 对 好 那现在想要问一下大家 过年期间应该很常看YouTube吧 没错 那想问一下Kitty呢 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位国外的YouTuber呢 国外哦 或是国内的也可以 我现在 有点 国内的话我一定最喜欢护股 可惜他开车 他现在说他要休息了 让我觉得有点难过 哇 这是铁粉来着 对 那么其实YouTuber呢 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 好像赚很多对不对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讲到的这位YouTuber呢 他就是MrBeast 他非常厉害哦 他在YouTube上面呢 拥有2.39亿的订阅哦 是以来做这个单位哦 而且呢他同时自己呢 还有经营美食品牌Fistables 每年呢都可以为自己 带来6.7亿美元的收入哦 不过呢他却宣称自己呢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富有啦 因为呢他把所有的东西呢 都拿去重新的投资 已经到了愚蠢的地步 MrBeast本周接受采访时透露 自己每部影片都有几百万的广告收益 或者呢是250万至300万元美元的品牌制入合作 大约是新台币7800多万元至9000多万元 不过呢这些钱并非是直接进入MrBeast的银行户头 其实有他也没有办法使用 MrBeast表示 我自己没有任何银行账户的权限 我有财务长之类的 但我妈才是有权限的 进入主要银行账户的那个人 而此外MrBeast表示 我把所有东西都重新投资了 已经到了你可以说是愚蠢的地步 他相信这可以取得成功 而且真的有效 所谓的投资包括不惜一切代价拍片 比如说买下一间超市 或者是每天支付参赛者1万美元 让对方住在里面 或者为了一部仅仅只有15分钟的影片 耗费1.2万小时的时间来拍摄等等 不过MrBeast当然也没有拮据度日 他也有私人的厨师和私人教练 他计划将继续壮大自己的帝国 有钱要拍摄 差 흠로 撮 Ved